那么对社会大众有没有好处 有 有什么好处呢 他有伦理的教育 伦理的教育讲什么 讲关系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动物的关系 人与植物的关系 人与山河大地的关系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 人与不同维持空间的关系 这个伦理讲的圆满 我们中国的人讲伦理只讲到人 没有讲到我们跟动物跟植物的关系 他讲到 关系讲到最后 总结论是什么 是一体 变法界虚空界 是一个自信 是一体 这在哲学上讲圆满了 随方老师的话 没错啊 一点都不错啊 一体 即使一体 我们就必须要尊重 不但对人要尊重 你看帝族给人讲 凡事人皆虚爱 这是中国儒家的时候 伦理只讲到人 我们对花草树木 要尊重 要爱它 所以佛法里面叫花神 树神 草木神 就这个意思啊 对山河大地要爱啊 小到一粒微臣都不敢轻视 尊重自信 表现在这个地方 自然现象 要尊重啊 天晴 下雨 大雷 挂风 都要尊重 自然现象 我们一个尊重的心 敬畏的心 爱戴的心 真的风调雨顺了 没有灾病发生了 你看他讲伦理 他讲道德 讲因果 人要是把这三样东西学好了 这个社会安定 天下太平 所谓的长治久安 这一套东西可以贡献给 知识的 帝王 他们能够得到利益 能够用来治国平天下 那有少数人 希望提升自己境界 希望成就自己圆满的学问 得行 那就向上提升 这个里面 肯定有满足你的需求 让你真的救济的 救济的果报 其实中国人 老祖宗 也非常了不起 我觉得 也是佛菩萨在古老中国的时候 来映画 三十二印那天 印一什么神得度就像什么神 印一圣行 神得度 在中国就成为谁 随地自归的 就有两句话 跟大臣相应 凡是人皆虚爱 这是小臣人相应 有两句话 犯爱重 而轻人 这两句话是大臣 为什么那个重 重是重生 重云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那就包括整个宇宙 那犯爱重 这个意思跟大臣法一样 不但爱人 花草树木 山河大地 宇宙现象 他都是重云活活的